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则是推出了最新的竞选影片 主打时安议题 认为在这一波时安风暴中 人民只能自立救济 政府却在保护人民的角色中缺席 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14号推出最新竞选影片 找来副手徐晋莹 清明党与民国党两党立委参选人一同入境 在这一波的竞选影片当中 强调顶新食安问题 政府在保护民众的角色中缺席 让人民只好靠自己的力量来抵制 宋楚瑜表示 他已经第三次抽到三号 就代表着台湾不能靠蓝绿 一定要让第三势力当选 让他来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第一次没有赢过我们陈水扁先生 第二次没有赢过我们马云九先生 他们两位赢了 但是能够胜选却不能胜任 所以老百姓我觉得很开心的 再一次机会 第三次机会 面对蓝绿两党护摇炒地皮 与君宅风波 宋楚瑜表示 自己努力在发表政策 也努力下乡体察民意 不过媒体总是青睐政治口水 不在乎政策 虽然最新民调显示 在总统的喜好度上 首度超越朱立伦 他则是再度呼吁 朱泰两人能够尽快进行辩论 让民众可以清楚知道 各党未来的实证方向 宋楚瑜说过去16年 蓝绿两党都在比赖 人民也无可奈何 宋楚瑜强调 如果当选会推动每两年一次 将内阁交由立法院来评鉴 不能有四年任期保障的心态 做不好就改组 要让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 这里是华长指家台北报导